你好 这是为您准备好的 再喝月饼 谢谢 谢谢 再改你的稿子呀 中秋啊 当然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啦 女儿啊 这个中秋节你又要去哪儿玩啊 妈给你推荐个地方 那可是世界上最好的中秋赏月地 没有之一哦 这呢 安安静静的 脚脚落落都能让你很自在 舒服 当年一个四岁的女孩 因为听说中秋要赏桂花 就缠着爸爸在院子里 种了一棵小小的桂花树 现在这树已经高过二楼的窗口了 晚上坐这儿闻着桂花香 赏月 吃月饼 一家人聊聊天 你说是不是挺好呢 接着呢 这里的房间 虽然比不上五星级酒店 但这里的床 一定能让你睡得又香又安稳 你最爱的糖醋排骨 保证是你走遍世界也找不到的 老厨师手艺有点生猪喽 老厨师手艺有点生猪喽 谁说的 谁说的 最近已经练了不下十次了 最近已经练了不下十次了 别看别看别看 如果你想出去转转的话 还给你配了个导游哦 对了 那位自称是世界上最懂你的男人 说你总爱泡在星巴克 他说月饼买星巴克的 一定不会错 女儿 妈妈给你推荐的这个地方 还不错吧 今年中秋欢迎回家 妈 妈妈 小女儿和爸了